舒服难过要是没有这样的笑料作为调剂的话 你会生活多枯燥无味 一些意想不到的开心的惊喜 会让我们觉得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放一段 大家可以觉得我们的欢乐会来得更猛烈些的 好 让快乐来得更迅猛吧 要没有假期吧 全天都假扮 我放假了 我会家里吃得紧 那小船家又逼着眼去相亲了 表哥你在哪里 假期太短吃不下饭 好想去沈阳看风景 终于找到了 谁啊 在下段狱 接到姑娘电话预定 是来送鸡架的 你就是送外卖的小哥 还是天然呆呢 绝对不呼应 一定要记得给我好评哦 亲 我还叫了一份西塔的大冷面 能不能陪我一起吃 嗯 假期想去沈阳旅游 哈哈 沈阳可是城市中的VRP 一年四季随机播放 昨天二十五度 今天五度 如果你的沈阳朋友 突然没了消息 他可能 一 冻死了 二 热死了 三 冷热交替 折磨死了 沈阳人真真是不容易 一周走完穿下秋冬 周一穿夹克 周二穿衬衣 周三穿短袖 周四马上穿毛衣 周五必须穿大衣 周六周日 又让你直接想穿泳衣 一年四季随机播放 强悍的沈阳 你值得拥有 什么 假期学车 奴婢我 坚决不学车 风吹日晒 脸被风 吹脱了皮肤说 打了一早上的方向盘 这小手都起泡 平时在宫里 自我感觉还是挺神奇 可一到了驾校 就被教练 活活骂成了赏子 我不就是坐在后驾时 找不到方向盘吗 居然敢打我 难道教练不知道 奴婢就是当年大迷糊判的 下雨河吗 王旭 鹿鹿 啊 叫我们呢 过来呀 干什么呀 那 来桃花岛 录一期新孝林 刚才片子里最后说 叫我们到桃花岛 去录制一期新孝林 你没明白怎么回事是吧 我没明白呀 这样 咱们接下来再看一段视频 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来 各位看一下 徐都八配音正式开始 为了证明我的身材 我一定要慢慢的钻进去 哎呀 成功了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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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出去呢 我叫王二锤 是一名拳击选手 接招吧 哎呀 我去 你咋还手呢 你瞅啥 就看你怎么了 我词那么少 你瞅我干啥 哎呀 石头啊 你怎么又调皮了呢 词多词少是不能强求的嘛 你想要加刺你跟我说 你不说我 我怎么知道你 你不是个好家呢 唧唧唯唯 错了个整理 错了个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过来 一个破碎的我如何拯救 这个稀里哗烂的团队 大家好 我们是 徐都八